我們今天還是繼續講六祖禪經 這個六祖他接著講 他稱呼大家是善之士 這個士人啊 終日 可念薄業 不是自信薄業 猶如只說不實 口呢但說空 萬劫不得見信 終無有意 他這句話的意思是講說 這世間的人啊 每天都嘴巴念著 知會 大知會 但是呢如果不認識自己自信裡面的大智慧 就好像只有講 但是不吃 嘴巴一直講空 這樣子的人啊 就算一萬劫也不得見到自己的佛性 最終的是一點益處都沒有 這個很像 連傳上是剛剛所講的 這個有的用心 有的無心 他講這個 有的很用心 他就有意 有的不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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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無意 他就無意 在這一次我聽過幾個出家人研究佛理 他研究的很透徹 對佛教的 從延始佛教開始 一直到密聖 他都有研究 甚至他整部的大藏經 君葬 立葬 論葬 他講起來 頭頭是道 但是呢 他沒有實在用心的去修 他只是用心在佛理的辯證上面 他說這一次單單研究佛理 就研究不完 要修下一世再來修 像這樣子的人 只是研究佛的道理 按照六祖說的 忠無有意 沒有什麼益處 只是研究佛理而已 他也可以成為佛學大師 佛學 佛學他是大師 你講什麼他都知道 但是他沒有實修 他是佛學大師 最終的 按照六祖說的 忠無有意 那六祖在這個計畫裡面 只是講說 只有講佛理 就像好像桌 擺滿了桌子的一桌的菜 你所有的這個煮菜啊 一切的這個道理你通通都懂 你也菜也煮出來了 但是你沒有吃 肚子仍然不會飽 肚子仍然不會飽 就是他的說 只說不實啊 忠無有意 你也知道空的道理啊 大家現在都知道空的道理啊 這個人的身體會越來越老 有一天他會化掉 那是人生是空的 房子 由新屋變成舊屋 再變成老屋 有一天他互合不了 拆掉 房子也是空的 車子也是空的啊 讓你開五年 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就變成老車 總有一天 車子也會壞了 不能用變成廢車 也都到最後都到空了 那你只是嘴巴講空理 但你的心理啊 你實際上的作為 沒有空的話 是無法證明佛性的 這個就是六祖說的 忠無有意 這個 你說念佛吧 你嘴巴念佛 你如果用心念 就有意 你嘴巴念佛 但心中想別的 就是表理不一 就忠無有意 要念佛 很簡單的 你去買個念佛的唱片 放在家裡 他從二十四小時都可以念 對你的佛性好不好 我有唸佛 我有唸佛我唱片在唸 天天唸 而且晚上也唸 二十四小時都在唸 他現在也出這個 出那種那個慈咒 咒語的這個 那個叫CD是吧 CD嘛 念佛的CD 你買一片 慈咒的CD 你買一片 你就放著吧 天天唸 這個房間在念佛 那個房間在慈咒 就一直放嘛 這個有沒有益處 你如果跟著念 用心去跟著念 就有益處 你如果只是聽 你根本不念 忠無有意 沒有什麼益處的 這個所謂的大智慧 也有歧路 什麼叫歧路呢 這個不是正道 不是正道的這種道路 這個儀式節 有一個這個 寫來兩個笑話 這個第一個笑話 是這樣子講 有一位台灣的阿伯 去看醫生 去看醫生 醫生就告訴他 你因為切乏鈣質 要多喝高鈣牛奶 高鈣牛奶 這個隔幾天 這個阿伯就很生氣 跑到醫院 找醫生說 你實在很憂愁 腰瘦 這個 翻譯的他聽不懂 他太也他聽不懂 就是說你實在是很 很糟糕的醫生 你害我喝到拉肚子 連睡到半夜都要起來喝牛奶 到底為什麼要喝高鈣牛奶才行 高鈣就是台灣化的九次 高鈣 高鈣哪一魂啊 台灣化的九次 九次就是叫做高鈣 所以你說阿伯他 台灣的阿伯他聽不太清楚 高鈣這個牛奶 高鈣牛奶 他聽成九次的牛奶 所以這個就是歧路 我講了這個就是歧路 你聽佛法要聽清楚 他有所謂正道 有所謂不正的道 你聽稍微差一點 就錯了 所以善知識 大善知識 在引導眾生的時候 要很細心的 很仔細的引導 或者容易出差錯 在這個修行的過程當中 很容易誤解 你誤解佛經 誤解的這個介力 誤解的這個經論 都會有的 所以我們這個上司 教授師 法師 這個紅髮人員 出去紅髮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 因為他一聽 他就聽錯了 以為是高鈣牛奶 高鈣 他要 台灣阿婆 他以為是 要喝酒吃 高鈣 他不知道是含 高的鈣質的牛奶 是高鈣 所以他聽成高鈣 他就弄錯了 就拉肚子 晚上半夜也起來喝 這是遺失節寫來的 另外還有一個 他寫了第二個 笑話是說 這個小明 這晚上 現在晚上睡覺 他都戴眼鏡 都戴著眼鏡 他母親很奇怪 晚上睡覺 為什麼要戴眼鏡呢 他就問小明 他說 你晚上睡覺 為什麼戴眼鏡 他說 因為最近 作夢都看不清楚 這個也是歧路 這路走歪掉了 晚上睡覺 你作夢不清楚 不是因為你戴眼鏡的關係 所以有知識的人就知道 要選擇 要有所選擇 你必須要用你的理智 去分辨 去分辨 有的人能 有的人不能 你必須要因人施教 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啊 像師尊做雙槓 雙槓我就做了 那連壇 連壇法師他就能 他做得很好 連壇法師 還有連焰上師 密雷障師 連焰上師 他的雙槓也做得很好 連壇法師的雙槓也做得很好 師尊也做得還可以 還可以 但是我沒有叫周醫師 周醫師去做雙槓 我是說你做單槓 因為我認為他做單槓可以 我認為他做雙槓不行 他認為說 既然師尊能做 法師能做 我也能 所以他現在的手還沒有好 上一次的法會到現在 手還沒有百分之百的好 不是我的責任 但是我看到你這個樣子 我再也不敢叫人去做雙槓 因人師教 因人師教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這個都是很重要 以前我也講過一個笑話 唱片 這個就是 講說一個精神醫院的院長 走到一個病人的房間 那個病人唱歌 躺著唱歌 正面這樣子唱 日正腔炎 日正腔炎 一劑不露 唱得非常好 那個院長說 這個精神病患差不多好了 等一下他就再翻一個聲 他躺趴著唱 趴著唱 也唱得很好 所以院長覺得很奇怪 就過來問他說 為什麼你剛剛是躺著唱 現在為什麼趴著唱呢 他說剛剛唱的是A面 現在唱的是B面 這個精神病 我看好不了 更嚴重 這個按照六祖所說的法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在我們密教來講起來 非常的重要 不能持奏放唱片 你持奏放唱片可以 你聽 你跟著用心的念 有效 光放唱片 因為它沒有心 在裡面 我們念了用心 就有他的力量出來 所以密教主張 用心的力量 就一定成 自心一柱 無法不辦 這是釋迦摩尼佛講的 釋迦摩尼佛講的 有一位 多倫多來的 這個夫婦 帶著一個小孩 他來好幾天 小孩子 為什麼帶他小孩子來呢 因為小孩子 在多倫多晚上睡覺的時候 一定是醒著 而且哭 哭個不停 已經都沒辦法 帶到西雅圖來 那我也看了他好幾天 我收了他的信 那麼也看了好幾天 他還是一樣 昨天呢 昨天他就到了 這個雷藏寺裡面來 我一直等他到雷藏寺裡面來 那昨天來的時候 現場有很多人看到 看到了幾首 不少人 都看到那個小孩 跟他夫婦 那麼我就很用心的 求姚思金母 收金收薩 把他身上的薩給他收掉 昨天晚上 我當場拿香跟金 那麼我念咒 那麼用心的念咒 用心的肥像 他說我講啊 你不要顛倒 白天可以哭 晚上不能哭 白天不要睡 晚上你睡 你不要顛倒 我對小孩子講 他才16個月大 那我就幫他收了 大家現場都看到 昨天晚上 他睡得最好 而且沒有哭 他睡得最好 而且沒有哭 叫他把他顛倒過來 白天哭 晚上不哭 白天清醒 晚上睡覺 就是叫他不要顛倒 他顛倒是 晚上醒著 白天睡 晚上哭 白天他不哭 那小孩子呢 他叫Lemon Lemon City的Lemon 在不在 在啊 帶他出來給大家看一下吧 他在外面啊 他在外面啊 喔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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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這樣呢 他在外面哭了多久 哭兩個月了 實在沒辦法 抱到這個 從Dorundu 抱到西雅圖 來收金收煞 昨天晚上一收 他昨天晚上就好 那個小孩子十六個月大 叫了Lemon 好了 謝謝他們 謝謝 謝謝 因為我在收的時候啊 我用心 我用心的跟姚子金母講 這個小孩子一定要 你看他白天哭了 白天可以哭 白天要清醒 晚上好好睡 這個就是正常的 有時候顛倒的話 你大人會很辛苦 這只是一個小法術 相應 我用心跟姚子金母求 姚子金母跟我合一 很仔細的把他的煞 給他收掉 這只是一個很小 很小 微不足道的 很小的一個例子 但是很小的一個法術啊 就能夠辦得到 一天就給你轉 像我在觀想 這裡有一張觀想的照片 我只能說觀想的照片 因為這個照片是很容易合成的 就是師尊在新加坡 做大法會的時候 我在觀想 十輪金剛 跟我合一的時候啊 有一位中國廣州的弟子 叫做陳吉元 他拿那個傻瓜的照相機 傻瓜的照相機 一拍 就拍到 十輪金剛跟我合一 我剩下一個頭 那麼我切實有這樣子的觀想 我是真的用心在觀想 那這一張給你們 我是不留的 我這個人是這樣子的 我在修行真的很用心 我不是講 我不只是講佛理啊 不只是講空口說白話 也不講很高深的佛理 我當然佛理我也知道了 但是我身體力行 每天真的很真實的在修法 沒有一天停止 就像我寫文章一樣 我沒有一天停止 我就跟你們保證啊 你看我的書 我的修行跟我的書是一致的 我一直在寫 也一直在修 從不停止 我要做榜樣給大家看啊 我用心在做觀想 觀想十輪金剛跟我合一 觀想四倍觀音跟我合一 我兩手合十 四倍觀音啊 這邊又伸出一隻手 這隻手哪著發 吳巴拉發 這隻手哪著念珠 念珠發 四倍觀音 一隻手 在前面兩隻手合十 雙腳酸盤 每一次觀想他戴的這個觀 穿載非常的法力 相貌非常的莊嚴美麗 我都是這樣子觀想的 很仔細 四倍觀音 我也這樣子觀想 阿彌陀佛也是啊 我站在蓮花上面 雙手呢 有一個肩影印 一個肩影印 好 一個收髮印 一個肩影印 我觀想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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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極 頂極 五官 他的雙耳下垂 他的胸部腕智 他穿的 這個 夾沙 我看到他的腳 還觀想出他的腳 踩在這個蓮花上面 前葉蓮花上 我很仔細的這樣子想的 這個就是什麼 叫做心的行為 心的行為 意念上精神集中的行為 這個就是在修行 因為這個時候 你在觀想的時候 你的意念上就是最親近 其實觀想的親近 你的自然 你的身體也親近 你的口也親近 你意念也親近 你深口意都親近 這個就是密教的法 有一天 你們觀想很成熟的時候 用你的意念觀想 這個 這個佛就進入到你的身體裡面 這就是相應 這就是相應 密教裡面講相應 就是說你精神完全集中在你的本尊上面 本尊終於下降到你的身體裡面 入我我入的時候 就叫本尊相應 本尊相應 有所決 不是沒有感覺的 不是說我到底有沒有相應 不能這樣子問 不能這樣子問 你放心 你絕對可以往生本尊的淨土 這個就是連傳上師講的 正果最重要 正果最重要 藏人是很虔誠 一直在五體投地趴著地 這樣一直拜 一直拜 一直拜 拜到拉薩 拜到這個 拜到這個 他們去拜釋迦牟尼佛 拜觀世音菩薩 一直拜到拉薩 真的是很虔誠 這樣子一心的結果 用了心去做的 他們的來勢 他們不求求那一勢的 他們不求那一勢的 因為他們希望寄託在來生 他們的寄託在來生 因為你知道西藏本身的鄉下都是很窮困 他們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來生 他們不只是說拜到拉薩 他們還繞神山 他們把握神山 都要繞神山 他們把握神山 躺古拉山 就是神山 拉姆拉釋 就是聖福 他們繞聖山 繞聖山 繞聖福 身體去做了 身體去做了 心也做了 他們來生有望 藏人的信仰 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藏人的信仰本身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力量 在裡面的 我們今天修密教 你只要本尊相應 師尊保證你 一定往生佛果 還有一點更厲害的 密教還有更厲害的 這個理的我們不說了 我們這個肉身 這個肉身會壞 肉身有一天會老會壞 人生七十才開始 就是七十才開始 眼睛看不到 嘴巴牙齒也掉 耳朵也濃 你問過年的年高上市就知道 他人生七十才開始 開始什麼呢 耳朵聽不太出來 我不知道他牙齒怎麼樣 眼睛視力也不是很好 像我今天這樣 眼光這樣繞來繞去 繞來繞去 從這個右邊 這個左邊看到右邊 又從右邊看到左邊 看來看去 我是在看一個人 我是在找一個人 他始終找不到他 我的視力不好 結果他抖在一個角落裡面 他抖在一個角落裡面 我的視力還可以 你看我又沒有雷射 眼睛又沒有經過雷射 也沒有戴隱形眼鏡 沒有戴隱形眼鏡 我也沒有戴眼鏡 但是我自我始終看得很清楚 你跑到哪裡我都看得到 這裡面密教有更厲害的 你能不能將你的肉身 你這個會壞的肉身 變成犧牲 最犧牲 我們人的身體叫做出身 出的身體 經過密教的修煉以後 你會變成犧牲 跟最犧牲 到了最犧牲的時候 你心中的 這個原來修行的這個 光明的這個明光法 你可以放出他的光 從所有的毛細孔放光 當然你要走的時候 你把這個光顯現出來 把你的自己的身體整個 把你的自己的身體整個 用你的著火給它燒成灰 紅光化身 紅光大成就 這個叫做寄生成佛 在密教裡面有的 所以這個就是比較深奧 這個就是 這個修行就是屬於內法 屬於內法 你心中的光 心中的著火 能夠燃燒掉你的內在的煩惱 跟所有習性的種子 最終的 你裡面的著火 既然可以把你的出身 你的身體變成細身 最細身一直把它融化掉 變為寄生成佛 本尊佛 十輪金剛啊 最後的結果 就是寄生成佛 你自己化為十輪金剛 整個人全部不見掉 變成十輪金剛 你變成你的本尊阿彌陀佛 你可以不用 迷本尊來接引 我們密教的祈禱是 本尊射受 喪失加持 復乏永在 啟請喪失加持 本尊射受 復乎永在 這就是 我們每一次在祈禱 祈求喪失加持 本尊射受 復乎永待你 但是真正最後的就是把你的佛性顯露 把你的弱身全部化盡 這個叫做宏光化身 就是寄生成佛 正果最重要 要修到這個 當然是很困難 很困難 但是我們只要本尊跟你相應 到達佛國淨土 一點事都沒有 絕對成就 這個 這個 我在這裡啊 希望大家 修到喪失相應 加行相應 本尊相應 你們至少要修到這個程度 這個 還有一點就是說 你的這個心氣 密教裡面講心氣 所謂心氣 就是靈魂 就是中陰 你每天 你每天修的氣 在最後的一剎那 能夠把你的這個中陰 順著中脈一直沖頂 從這個頂啊 出去 進入本尊的心中 你就到佛國了 師尊修行 不是跟你講假的 不是跟你講說 我已經開頂了 我早就開頂了 這個破瓦法 我早就有成就了 那你開頂要給人家看 師尊有沒有開頂 這個很多人看得到 有沒有開頂 有開頂嗎 這個就是一種證明嘛 很多人看過 我這個頂上有一個洞 開頂的洞 不是 這個頂啊 是自己修出來中脈 一直到心 一直到蜜脈 這一條中脈 每天在修的 所以我們今天修行 用心 連傳上師講的 真的是 你只要正果最重要 你用了你的心力 把他精神非常集中的努力去修持 一定成就的 沒有不成就的 所以你在正果中裡面 除非你是在正果中裡面 好像是在糞 你在糞 你在糞 正果中 那你糞的 我沒有辦法 你只是聽 你沒有實際上去修的 我也沒有辦法 六祖他也是這樣講 你只是聽到 你沒有實際上用心去做 六祖的這一句話 主要是 大家要用心去做 可說空 沒有益處 你們很仔細地觀察 一切都是空 沒有錯 但是嘴巴講空 你沒有實際上去印證這個空 沒有用處 中無有益 連連法師也提到 要平衡你的心 心要平衡 要有毅力 連連法師最重要的講 要有毅力 像我啊 我是最有毅力的了 寫了兩百多本書啊 我是用我的每天去趴在這個床 不是趴在床上 趴在桌子上啊 天天這樣子寫的耶 你看他也講事啊 毅力 我在修啊 我在修這個平氣 修平氣 我每天修平氣的 我站著修 坐著修 握著修 很有毅力的 我知道氣在哪裡 我能夠運氣 我能夠生著佛 能夠降明點 所以今天呢 我們講明信見信 明信 你明白心 還是不夠的 你要看見你的佛性 如何顯現出來 來 要實際上去修 呦 十點多累 其實連連法師講到他小時候出生啊 他小時候啊 他過期的生活也是過個苦日子 我小時候更苦啊 大家都知道我小時候我怎麼出生的 二次大戰 逃難 我在雞舍裡面出生的 雞舍啊 雞舍啊 出生的 跟雞一起 我屬雞啊 那我就在雞舍裡面出生 耶穌是在馬朝出生的 耶穌屬馬 我屬雞啊 我在雞舍出生啊 那時候沒 沒東西吃 吃什麼 一點米啊 去磨 磨成米水 我就是喝那種米水長大的 沒東西吃啊 米呼啦 米呼的膏 去磨 磨成水 這樣為著長大 所以我現在這麼矮 不能怪別人 二次大戰 我要國賠啊 國賠啊 二次大戰是誰弄出來的 哪個國家要賠我 我連住的地方都沒有啊 因為住的地方被美金的飛機全部爆炸光 我嘱咐的所有的房地產 全部被美金爆炸光 向美國申請 他說那不是我 那是我的飛機沒有錯 誰弄出二次大戰 日本 日本 跟日本要 日本說不關我們的事啊 那個是那個 那些那個戰犯啊 全部都伏法啦 我們現在的 跟二次大戰沒有什麼關係呢 跟中華民國要台灣 台灣說啊 那時候我們這個台灣還是日本管的啊 不干我們的事啊 所以我就這麼矮了 我爸爸有申請國賠喔 我爸爸以前他有向政府要求要國賠 那時候台灣說那時候政府都沒有 哪裡來的給你賠 你像日本要吧 日本也說 早就伏法啦 那跟美國要吧 美國當然更要不到 這個我覺得經濟的問題啊 這個他們這個連連法師也要講到說面對不景氣 那麼連傳上師也提到這個正業正當的事業 我們修行就是正當的事業 但是啊我們還要做事業 就是賺錢的事業 賺正當的錢 叫做正業 這個就是連傳上師主要講的 人要盡其財 是國部講的啦 人盡其財 地盡其利 貨倡其流 貨倡其流 貨倡其流就是貨品要在世界上 整個世界上流來流去流通流通 一直在流通經濟才會旺 地盡其利 這個地啊可以生長很多的東西 五穀 這個油 礦物 石油 所有的這個 我們吃的東西 從地出來的 地一定要 其利 將來我們以後 雷杖士這些草皮不要種草 種菜 種韓籍 種地瓜 種potato 地盡其利 種草只能夠觀看的 沒有什麼大的益處嘛 地一定要盡其利 人一定要盡其財 每一個人才要歸類 財源啊政府一定要想辦法 把他歸類 每一個人才都有可用之處 這樣子經濟才會 振興啊才會繁榮 國父講的 連傳上師講的 我講的 這經濟要發達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人盡其財 地盡其利 貨倡其流 所以這個歐巴馬有主張 以後全部用美國貨 糟糕了 世界都抗議 世界各國都抗議 這個就是保護主義 保護主義下去的話 貨不暢其流 經濟會越來越不好 世界經濟要繁榮 一定要貨倡其流 這是WTO的 世界貿易組織最主要的一個主張 另外呢 你的貨一定要比別人好 別人就會用你的貨 別人就會用你的貨 這個是振興經濟的一個方案 這是題外之言 那麼今天六主說的 我再講一遍 善知識 世人終日 可念薄葉 不是自信薄葉 猶如只說不識 可但說空 萬劫不得見信 終無有意 我們不得見 我們不得見